熱門遊戲《黑神話悟空》帶動 所以山西各大目的地 十一旅遊假期關注度持續上漲 這《黑神話悟空》裡面很多遊戲 它的這個景就是實際的去取景的 玩家就想要去看看去朝聖 類似那種粉絲去朝聖的那種概念 帶動了他們的旅遊 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人來台灣是54萬 那我們台灣人出國 出去玩 包括去中國大陸有多少人 157萬 也就是說 50萬對150萬 三倍 我們出去的人 是人家進來的三倍 也就是我們好愛出去 但別人卻不太 不太能夠進來台灣 不太愛來台灣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香港都有15% 你香港人才多少 香港才500萬 現在700萬吧 700萬人口結果來台灣的有15% 但中國大陸只有5.1% 這為什麼是中國大陸人不愛來台灣嗎 不是 就完全是因為政治問題 其實不開放團客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因為講你能夠 你有能力去自由行的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他還是要靠團去幫你安排 之前我也訪問過那個旅行業者小胖 其實一個大陸的遊客來台灣他花的錢 他好像是日本的三倍 是不是 一個日本遊客的三倍 那 東南亞的旅客來台灣 那更不太會花錢 熱門遊戲黑神話悟空 帶動 所以3C各大目的地 11旅遊假期 關注度持續上漲 那這個我記得黑神話悟空裡面 應該是第二張吧 那他就很多地方 好像小溪天就在這個3C取景 第三張 第三張小溪天好像是在3C取景 那第二張是在黃蜂嶺 他有一些陝西是不是 反正就是 他就是黑神話悟空裡面很多遊戲 他的這個景 就是實際的去取景的 所以就帶動了 就是說中國大陸這邊 他遊戲裡面的相關 呈現出來的這個景點 那玩家就想要去看看 去朝聖 類似那種粉絲去朝聖的那種概念 帶動了他們的旅遊 我自己都很想去看 我自己都很想去看 比如說 第二張他是那個黃蜂嶺 那第三張是小溪天 那都有實際景 第四張第三張小溪天 第四張是 磐絲洞 磐絲洞我當然不能去嘛 因為他裡面是蜘蛛洞 那個可能我不知道啦 應該比較不能真的去玩 但起碼第二張第三張 都是實際取景的那種地方 我就會想去看啊 哇哦 這麼這麼 這個景真的很漂亮 而且我 我還是要講一下 身為這個 黑神話悟空的這個 資深玩家 還沒破關 我已經第五張了 快了 而且我時間很多 不是時間很多 時間很少很忙 時間 時間不多 不然我早破關了好不好 我哪像你們每天 打十幾個小時 二十個小時 但是我一定會破關 我說我會破關 我就會破關 我要講什麼 不會啦 我很快啦 而且我現在打 黑神話悟空的技術 真的有變好 要不要下次我 找一天我再 帶我最新的筆電 來再打一個電動給大家看 我現在技術真的變好了 好啦我要講的就是說 因為我身為一個玩家 我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你不是只是玩他遊戲 你要看他裡面的製作 他遊戲的那個景 他地圖的那個風景 是跟實景去採樣的 所以你去看 哇這個景做的真好 真棒 怎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他是實景採樣的 所以呢 因為黑神話悟空 他帶動了這個地方旅遊 三西各大目的地的十一假期 大家就想要去看看 同層旅行顯示太原旅遊 預定熱度年漲47% 太原 他有在太原 三西的太原取景 其他則包含杭州重慶上海南京 其實中國大陸他 內部 內部 中國大陸 就有很多很多城市 真的很好玩 他不要說黑神話悟空 就很多什麼地方 都很多景點 我講真的 我個人 對於這個旅遊 就是除了你要看景 吃美食 比如說去逛購物店 吃美食看景 這個是最淺疊的這種旅遊的 這種層次 那比較深度的旅遊 你是要體驗他的文化 體驗他的風情 體驗他的人文 那文化風情人文 這種東西就牽涉到 你這個旅遊地方 他有沒有歷史 有沒有文化的積電積累 那中國身為這個 中華民族嘛 身為一個歷史的這個 古國文明古國 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嘛 那是五千年這樣 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 所以這五千年的歷史積電 是非常非常可觀的 所以你去每一個 中國大陸每一個省份 你都可以 有一句話叫做發肆骨之憂情 那就是這樣 你就到這邊 你就想 以前那個誰誰誰 曾經怎麼樣 比如說很簡單啊 旅遊旅遊這種東西 也不是我們現在的旅遊 古人也愛旅遊 蘇東坡 他去那個 以前的那個 赤壁那個地方 湖北省嘉瑜縣 他到那個地方就這樣 就寫了詩一首 叫赤壁懷骨 人道士三國周郎赤壁 遙想恭景當年 雨散觀金 熊之音發 對不對 就寫了一篇 也是因為他去旅遊啊 才這種發肆骨之憂情啊 那中國大陸 就是 他就是有這個文化積累 積電在這邊 所以他旅遊 本來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旅遊地方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這麼多YouTuber 你要拍旅遊的 會把中國大陸 當一個很好的旅遊拍攝的景點 去那體驗他們的文化 體驗他們的旅遊啊 美食啊 因為就是中華文化 就是有這麼多的積累積電 這就是事實嘛 就是好玩嘛 就是有深度 而不是只是 看看 shopping mall 逛逛街買東西 吃東西啊 押馬路這樣 成長好不好 成長啊 體驗一下人文 風情 藝術啊 那這種東西就是要有歷史積電 好 那講到中國大陸的旅遊啊 那我們就要講啊 我們台灣這邊的旅遊怎麼辦 台灣台灣旅遊 掛掉了 台灣國旅都掛掉了 那這有一個好消息啊 中國大陸的路客自由行 去金門啊 那大陸的官媒就講啊 金門模式啊 向全台延伸啊 好 那 中國大陸 針對金門採用很多新的治理手段 大陸官媒啊 釋出中共對台政策的訊號啊 那 他講這個金門模式要向全台灣延伸 好 預冤談天啊 中國到央視旗下的一個 一個號啊 一個視頻號啊 他說啊 提出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 到金門附近海運的海上執法啊 過去一年多 大陸針對金門採用很多新的治理手段 並通過實踐 將金門模式向全台灣延伸 這也成了使得 使金門成為觀察台灣問題 局勢變化的支點啊 也就是說 因為金門 從那個214金門這個 撞船衝突事件開始啊 那中國大陸對金門的這個整個 的這個不管是軟的硬的啊 的手法上面 從海警啊 中國中國海警直接把金門海域 就是成為他的這個 實際控制的海域啊 管轄範圍啦 我們的這個海巡在金門 基本上已經沒有辦法 真的在作業的啊 在金門那邊 就是完全由中國大陸海警 實際控制啊 那他們 那再來就是說這個是 比較硬的部分 就是說用海警實際控制金門海域 那軟的部分就是說那金門我們也 也做融合嘛 那金門跟大陸 其實金門跟廈門 早就兩邊融合發展都是 常常我白天去廈門 晚上回金門啊 很多金門人都這樣 對不對 兩邊就融合得很好 那就是說這個 軟硬皆絲的這個搭配啊 讓金門跟中國大陸融合的這種方式啊 要擴及到全台灣 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這邊可能會把金門模式擴及到全台 讓 這不是軍事衝突啊 讓這種海上的這種執法的部分 就等於中國大陸海警 他的這個執法範圍 擴及到台灣周邊的海域 會不會未來會不會往這個方向去做 也就是說台灣的漁民出海或怎麼樣 等於必須由中國大陸的海警 來你說保護也好來控制也好啊 那台灣這邊這個是硬的部分 那台灣這台灣這邊跟大陸這邊 那中國大陸他當然也會釋放出各種政治手 手法啊或手段來融合啊 通過兩岸的交流各種方式 那當然民進黨現在是完全就是 就是排斥拒絕 就不准不准不准 但是他拿不出任何應對的方法嘛 只能嘴巴講啊 但是這次中國大陸他打的名牌 就是擺明我就會打這張牌 你能怎麼樣 好但是呢不管怎麼樣 就觀光旅遊的發展來講 其實台灣的這個旅遊啊 是非常需要中國大陸的這個觀光客的啊 我們來看這裡有這個CG圖啊 你看我們台灣的這個旅客啊 這個左邊是來台的旅客人次啊 113年的7月總計是53萬 54萬好了 54萬的旅客來台灣 累積到今年的7月的統計 那這個是外國人來台灣 包括中國大陸 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人來台灣是54萬 那我們台灣人出國出去玩 包括去中國大陸有多少人 157萬啊 也就是說50萬對150萬三倍 我們出去的人是人家進來的三倍 也就是我們好愛出去 但別人卻不太能夠進來台灣 不太愛來台灣啦 那怎麼會這樣 那所以這就造成了這個國旅啊 就我們台灣的這個旅遊 實在是非常萎靡不爭 因為台灣人都往外跑了 那別人也沒進來 那台灣沒人了嘛 沒人你搞什麼這個旅遊 對不對 好來台旅客的居住地 就是來台的旅客 他是哪裡的人 我們來看一下 日本人來台 這是來台旅客 日本人來台15% 香港人15% 韓國人12% 美國8.6% 菲律賓6.1% 馬來西亞5.8% 泰國5.5% 新加坡5.4% 中國大陸5.1% 我覺得這才是很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香港都有15% 香港人才多少 香港才500萬 現在700萬吧 700萬人口 結果來台灣的有15% 但中國大陸只有5.1% 是為什麼 是中國大陸人不愛來台灣嗎 不是 就完全是因為政治問題 因為中國大陸 因為這 中國大陸旅客 因為政治問題 所以不能來台灣 不然我講真的 同樣都是華人 我都不講什麼什麼中國人了 我講我們是華人 好不好同樣都是華人 華人世界 都講華語 都講中文的 語言文化都通的 中國大陸的人超級想來台灣 所以中國大陸只要我們台灣開放 中國大陸來台灣的比例 香港都15% 你覺得中國大陸會到幾% 到時候整個比重完全不一樣了 中國大陸可能就佔了快 我可能我覺得真的開放了 四五成的旅客都有可能 整個份額完全不一樣 那搞不好出去跟進來的那個 那個比重就搞不好弄到打平都有可能 如果真的開放中國大陸的旅客 中國大陸什麼不多 人最多 人真多 你敢開放他就敢來 那只是看我們容不容納的下而已 但我們現在國旅啊 這麼慘 你還不想辦法多弄點旅客 再來這個是國人出國的目的地 你看我們去日本36% 台灣人真的好愛去日本 日本是很好玩 我也很想去 但台灣人真的很愛去日本 這也去日本那也去日本 但我必須講啊 台灣人去日本 大部分是幹嘛 就是我說的 吃吃喝喝玩玩 就是這樣 那 深度的文化的這個旅遊 還是要去中國大陸 因為畢竟我們是講話 我不排除有少數的台灣人 對日本的文化歷史有 有深度的研究或了解 然後願意去做這些深度旅遊的 這當然有 其實包括我本身 我本身對日本的這些文化歷史 我也略有研究 略有研究 我也很想去 我去也很想去看 但是講真的 一般來講啊 同樣都是華人 你要做一些深度的旅遊 或者是 文化暢通無阻的話 去中國大陸其實是 比較好的選擇啦 那當然我們去中國大陸的比重 我覺得16%也是低的 那為什麼 這也是有賴於民進黨啊 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宣傳 陳色警戒啊 然後什麼 你要小心啊 小心被關啊 被扣啊 然後不開放團客啊 你不能去開放團客 其實不開放團客 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因為講 你能夠 你有能力去自由行的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啦 他還是要靠團去幫你安排啦 那 你不開放團客 其實 對這個 數字來講 影響還蠻大的 你如果真的開放的話 我相信台灣人很多是 還有沒有那麼多政治的這些 阿里不達的東西 台灣人是很願意去中國大陸的啊 好來我們來 講一下這個今晚第二題QA啊 大陸的呃旅客來台灣的比例創新低啊 你覺得是因為大陸的旅客 是不想來台灣還是不能來台灣 還是有什麼樣的原因啊 才導致大陸的旅客來台灣的比例創新低 麻煩你們在聊天區啊 聊天室這邊留下你們的看法 等一下我把子余Q上來 最後我來聊聊一聊這個 旅客的這個部分啊 我講台灣的這個國旅啊 夜匡時講啊 一個原因差別太大 為什麼萎靡不振啊 夜匡時分析啊 我國旅遊席 大部分都是利用假日啊 那這個假日 離風尖風差別太大 週末人很多 寒假暑假的時候人很多 平時人很少啊 那政府應該鼓勵民間企業啊 把這個休假制度調整啊 好 那最好的方式是引進外來觀光客 如果路客不來 如何讓日韓中東和東南亞旅客來啊 等等等等等啊 就是要把這個旅客的數 數字啊 要來的人要夠多了 那我必須講啊 如果路客不來 你想辦法讓日本韓國的旅客來啊 那當然那個蔡英文政府 他推動親南向政策 但是我必須講 之前我也訪問過那個旅行業者小胖嘛 其實一個大陸的遊客來台灣 他花的錢 他好像是日本的三倍 是不是 一個日本遊客的三倍 那東南亞的旅客來台灣 那更不太會花錢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賞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走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消除光神盾 消除光神盾 由於不同技力去世 從延長的訊本 由於不同技力去世 ほ而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